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洲草原动物事件 这期我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南非科罗多国家公园 萨比山寺院保护区 现有的狮群数量 以及各个狮群狮子的现状 还有统治 他们的地主熊狮 他们将面临的一些问题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介绍 喜欢我做的内容的欢迎关注 点赞支持 评论转发 也欢迎有路过的 资深的失眉大声 我总结了有误的地方 欢迎批评指证 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欢迎私信给我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 萨比山的一个平面地图 里面的两幅地图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为了方便大家的记忆 加深对保护区的整体印象 我把整个萨比山寺院保护区 把它划分为五大区域 分别是 萨北 萨西 萨中 萨东 还有萨南 我们从地图 由上往下看 我们先说 萨北地区 萨北地区的 石群有 NK 石群 还有 塞姆 格威石群 还有 火菌木 石群 有三个石群 跟着我们看到 萨西地区 就是突出左边这一块 有 沃泰华 石群 曼海尼 石群 萨西有两个 石群 然后我们往地图的中央部分看 就是萨中地区 有 坎布拉 石群 查拉拉 石群 还有 明河 石群 然后我们看到地图的最下方 就是萨南地区 萨南地区有南部 石群 有 斯巴达 石群 还有 沙河 石群 然后我们看到最右边 也就是 萨东地区 有一个 四路 石群 因为这是和 克鲁国那边 交接出 吧 这边的消息的人 来源比较少 我们关注的也不多 好 那么上面 我所说的就是 萨比森 四眼保护区里面 所有的常驻 石群 那么接下来 我们对 各个 石群 主义的介绍 我们先从 左边的 萨西 沃泰华 石群 说起 沃泰华 石群有三头成年模式 两头年纪较大的模式 是坏男癌联盟的女儿 年轻的那一头带着小狮子的母狮 是 保护着神髓的女儿 说完母狮 我们再来看一下亚成年小狮子 石群有四只亚成年 三只年纪较小的两熊一词 是马五的侄子 也就是他三哥马三的子女 年纪稍大一点的那头 亚成年 熊狮是前任 狮王保护者的儿子 也就是说 马迪巴雄狮在接管 沃泰华 狮群的时候 他们俩并没有 像别的 幽青狮王那样杀幼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以后再解释 这就是沃泰华狮群全体成年的一个情况 虚神现在面临 被幽青 而作为狮王的马云母 无法阻止幽青者 那么他现在只能是下台流浪 那么他将以何种方式下台 推出呢 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是不管怎么说 狮王的更迭 轮换 对于狮群每个成员的影响 都是致命性的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下 各个成员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 沃泰华两头老母狮 幻女 也就是胖鱼和兽鱼 因为他们没有洋溢又是 他们做出了动物本能的选择 他们选择强者 就是接受了三头年兴 雄狮的统治 放弃了年老体衰的马拉乌 我们现在 重点要看的就是保护者的女儿 他该怎么选择 因为他有三只幼者要保护 要抚养 而新上任的狮王 是不太可能接受 前验狮王的后代的 更加不会帮他们抚养 所以 保护女人 他要 摸带着他的幼崽 离开狮群 流浪独自的把他们抚养长大 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 险出的道路 要么 他接受新狮王 放任他的幼崽去流浪 验其自生自灭 无论他做何选择 他的命运都将 急切地影响到 沃泰华西群的未来 因为他和他的女儿 是 狮群 继续得以延续的希望 而这四只要成年小狮子 他们似乎就没有什么选择权了 他们只能 坚强地 面对这一切 把希望寄托于 年轻的保卫着的女儿 不要放弃他们 至少 不要现在放弃他们 因为他们 现在还不具备 独立生存的能力 但是 最终会怎么样呢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最后说到马五 他应该也知道 自己下来是迟早的事情了 因为他实在是太老了 他其实 还没有想好 以何种方式 结束自己的勇马一生 14年的狮子生涯 三起散落的 失望人生 他体验过 狮生中最好的 也经历过狮生中最痛苦的 如果他有人类的思维能力的话 他会讲 故事去 的话 他确实有资本 追上几天几夜 所以对于这一切 我估计他也是风担云青的 不过 他也算得上是一代狮子王传奇 以后我也会单独的 做起 节目里介绍他的一切 说完莫太华 是全现状的一切 我就觉得 我讲完了整个狮子 世界 所有发生 和所要 面对的一切 所有的狮子都 必须要面对的一切 就好比我们人类一样 每个人都要面对 成长的压力 或因着 互助 工作家庭的烦恼 以及对现实的无奈 有时候 我观察狮子的狮声 我仿佛看到了人类的延伸 甚至有时候 有一种感动深受的共鸣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狮子的演员之一 绝对不是因为它们打架 厉不厉害 是不是白兽之王 它们能不能打赢老虎 这些 我真的不在乎 我也不希望 看到喜欢动物的人 以一种斗兽的心态 去看待动物 它们都 村有所长 持有所短 其实 在我们 回答的人类面前 动物都是 需要我们珍惜 爱护的优势群体 它们一点都不厉害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以后 渥带华石群它们 将如何的发展 我也会持续的跟进 和大家分享它们的信息 如果正巧你也感兴趣 请关注我 当然 关于渥带华石群的历史故事 可以聊的内容非常的多 过程 也都是相当的精彩的 适当的时候 我也会以视频 或者文章的形式 和大家分享 说的不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 批评吉证 我们下一期 接着这个话题来 聊一聊 同在萨比森西部地区的 曼罕尼西群 期待你们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由于视频的文案 是几天程完成的 我现在在发布之前 再插 两条 波带华西群的最新消息 就是离开西群 保护这儿子回到事情的一个情况 他虽然看起来有点消瘦 不过 精神状态方面还是挺好的 他离开西闲半个冬夜 今天回来安然无让 所以说 他还是具备有一定的独立生存的能力的 这个 这个独立生存能力 对他今天来说显得尤其的重要 那接下来 即使他被 入侵的雄狮 驱离出 狮群 我想 他应该 至少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不过这也很难说 毕竟他现在年纪都还没有满三岁 总之他们的命运都不太乐观了